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面对七八个日本兵却只能无奈地狙起双手一时投降 因为这里是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城 南京城防司令带人撤离阵 有一支小分队在苦苦坚守 不过虽然他们拼命反抗玩命足迹 但对于强大的日军来说 这支英勇的小分队也不过是在锤子挣扎以卵击时 而带队的队长陆建胸望着最后的几个队员 无奈之下也只能承认他们守不住了 让大家分头散去 而他则和不愿离开的几个小兵 开始了最后的反抗 经过一番机 身后也将残造屠杀的 还有秘密麻麻的老百姓 面对湿山血海 陆建胸舞出最小士兵的眼睛 接着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出自己的心声 然而随着一声声枪声响起 南京城迎来了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无数的日本兵涌入南京 他们无恶不作肆意妄为 将杀人当成乐趣 将契入当场游戏 被血水排打着 有的被赶到土坑 然后被日本兵火卖 而在他们的尸体上 无数的日本兵开始跳舞 还有的被驱赶着来到仓库中 紧接着日本兵放火烧掉仓库 听见李兰君则缤纷四路 不断朝着城中搜索推进 脚穿小分队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城中一路横行 不断烧杀强略 而此时 靠着德国人拉背的庇护 一群南京人在城中建立起了 所谓的安全区 收留着大量的南京人 只是默然地举起双手 就连最天真的孩子 也在恐惧中举起双臂 面对如此多的南京老百姓 脚穿让他蹲手 自己则了飞奔出去呼叫 站在人群中 脚穿有些茫然 此时 拉背的迷书唐先生 靠着拉背的身份 在城中得到了暂时的庇佑 他的妻子和妹妹 也享受到了暂时的安宁 甚至他们还过着小康生活 还有佣人替他们打扫卫生 不过随着日本兵的袭来 城中所谓的安全区 也变得岌岌可危 大批的难民想要闯进安全区 希望得到安全区的庇佑 唯一还活着的 只有正在在歌载舞的日本兵 他们又说又笑 跳着家乡的舞蹈 为他们的大屠杀 已经沦陷的南京城 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区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唐秘书将妻子和妹妹的头发剪掉 然后让他们打扮成男人 希望这样就能蒙混过关 安全区里的女人纷纷效仿 但总有一些人不愿低头 舞女希望能留下自己的头发 她还希望等不打仗了 自己继续埋身 但将老师却要求必须剪掉 舞女却坚决不同意 此时 两位日本兵抓来两名孩子 为了守护国旗 几名安全员冲出来抢夺 但面对早就设下埋伏的日本兵 这些安全员毫无招架之力 最终 安全区也彻底化为人间地狱 无数的少女被日本兵凌辱 舞女脸上也没有了半点凹起 甚至有的少女不堪受辱 直接 国政府发出命令 要求拉贝利克离开南京 因为她保护南京老百姓的行为 可能会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 得知这个情况 唐秘书很是绝望 因为她的妻子妹妹和女儿 也住在所谓的安全区难民营中 为了得到日本人的庇佑 唐秘书拿着家里所有的积蓄 孤身穿越对满尸体的大街 来到日本经营 她已出卖安全区 日本军人根本不讲信用 他们直接让她滚开 并且将唐秘书的女儿从窗口扔下去 而她的妻子和妹妹也被日本军人带走 这一刻 唐秘书哭得撕心裂肺 她后悔自己出卖中国军人 然而日本军人并不 为了民族的延续 他们明知此行九死无生 却依然无怨无悔 留着泪勇敢地站出来 而在楼上 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如此残暴 脚穿忍不住信任 来到卫安营 他们见到了无数的日本军人 他们在这里沦为 全都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几天后 拉贝先生不得不离开南京 在临行前 无数的老百姓想要 全都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军人却不让唐秘书几人离开 原来拉贝除了想带走唐秘书夫妻 还希望带走一个伪装的中国军人 可惜日本军人却只放两个人 最终 唐秘书想了想把生的机会给了中国军人 而他则被日本军人带到行刑场 这一次 唐秘书没有害怕 反而淡定地走上刑场 他没有带猛住眼镜的黑布 而是倔强地戴上眼镜 接着他 随着拉贝先生的离开 日军彻底入住安全区 他们将老人 女人 小孩叫到另一边 指着场中的男人认领 带头的江老师为了多久几个 不断转变身份 但最终还是被日本军人抓住 日本军人为了惩罚他 当即要把他拉去作为安妇 临走前 江老师用英语跟角川求助 希望他能杀到自己 最终角川追上看牙人员 一枪打死了江老师 几天后 日本军人在南京城大高清 他们死去的是病 而角川对此彻底绝望 他悄悄放走了LGCG人 紧接着来到山坡上 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他的自杀不是忏悔 他只是受不了良心的折磨 南京南京 睡着三十万元混 南京南京 记着历史的悲悯 阿国连九 这些带着血 带着耻辱 带着过仇家恨的词汇 无一不再警示我们 落后就要挨打 落后就会饱受欺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